提起母校八十年代的夏宇诗社 很多人都记忆犹新 那是一群喜欢追求浪漫 更喜欢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孩子们 为母校写下的一段光辉历史 我要为大家朗诵的这首诗歌 就是三十年前我在夏宇诗社时候的旧座 诗朗诵 少女的独白 作者 王小丹 朗诵 王小丹 音乐伴奏 朱华 你时时都在沉思 沉思如一片威严的拒绝 拒绝一束束射过窗玻璃的目光 和早春风的向往 即便是少女年龄的方复 也又不动你男子汉的高傲 随随便便一甩浓腻的黑头发 不让视线 哪怕是瞬间的凝固 可你时时都在冲紧 冲紧一朵金银雪花的降临 一块晴空 一行微微潮湿的诗句 当那一夜橘黄色的灯光 在她的红丝带上点燃美丽 黎明朝的水线 悄悄漫过新的疆域 你像纯真 献出了全部孩子般的真诚 沉默了多时的期待 在永恒的一刹那 生疼 你还会时时地听吗 地听那一声柔软的答复 少女的无言 便是一种呼唤呢 她会轻轻拉起你的手 和你一道走向田野 走进蓝色的乐章 去放飞鸽子 放飞一都鲁一都鲁 五光十色的 生活 你怎么可能是 supplier